现在真的你不会把你的钱 善加利用的话 你真的钱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你的钱产生复利 而且这个复利不是说 只有银行的那一%两%去做复利 你可能要用5% 10%的年报酬率 下去复利 你才赶得上目前市场上的 物价上涨跟房价上涨 坦白讲我觉得会投资的人 我觉得比较那个焦虑感 其实会下降蛮多的 很多人都觉得说 那钱放在银行里面利息很低 还好我不是放在银行当中 那前不久其实有一个大型的连锁店 那其实那家店 那现在出现财务危机了 那就是一个冷饮店 那时候也有朋友拉我去 说运芬你来投资 这个投资报酬率很高 我心想我自己投资 一年至少二三十% 一千啦二三十% 我何必去投资那个店 因为我可能也不懂 结果我就免除了一场的灾难 所以我觉得自己懂得投资 我觉得你的风险可以降得很低 而且焦虑感会比较低一点 我觉得王老师 你可能在各地上课啦 或者跟我们投资人面对面 这个第一线的一个教学 你会发现到说会投资人 其实他比较不会焦虑一点 他起码知道说 我还可以赚一点点 比银行好一点的利息 是这样的状况吗 大部分是这样子 只不过一开始 像接触全证 大部分是年轻人比较多 那他就是因为觉得 现在的物价 还有一些的生活上 经济上会有一点点 而且年轻人比较没有钱 对 所以他就用全证来做 一小博大的功能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他们 其实是一定要先有专业技术 然后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包括全证专业 还有一些技术分析 可是一般人想说 好难喔 他不会啊 要花时间啦 其实像我接触投资到 现在也是花了一段的时间 在市场上 也是花了一段时间 去学习跟实习这样子 大学是念这样相关的吗 大学不是 大学是念医学相关的科系 你会不会差太多啦 因为那时候父母比较希望 而且家族比较多医学背景的人 希望你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那后来我进去也是都 没有兴趣就不想念 然后跑到图书馆去念一些 金融有关的东西这样子